大政治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大家午安 我是王悠正 今天是七七抗戰紀念日 我們在今天要談七七事變 有蔡英文的 也有朱立倫的七七事變 待會兒要聽今日最大掛 不過我們說蔡英文總統 最近壓力大 因為到處有人在抗爭 之前她被反年改人士 突襲車隊 結果據說總統好生氣 而且還質問說 我車窗被打破怎麼辦 2500萬的車是這麼好打破 所以 昨天南下的行程 我們看到立刻加強維安 但是沒有錯 就像剛剛右轉講的 這個車子都能夠防彈了 怎麼還會防人手 這個都要怕 這怎麼回事 另外就是國防部的 現在我們看到 七七抗戰紀念日 沒有好好的慶祝 但是倒是辦了一個展 據說是在拍小英總統的馬屁 馬上都要討論 我們先介紹來賓 好 首先介紹台北市前副市長 劉永平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洪靜平 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中小平 大家好 國民黨國會辦公室助理 黃子哲 哲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邱明玉 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就來稍微聊一下 這個到底辦了一個 什麼樣子的軍事媒體展 說是拍總統的馬屁 那麼主要是因為這一張照片 好難得看到 這感覺就是一個舊照 蔡英文總統穿著裙子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場合 是擔任大學教職的時候 或要參加 舉光原地節目的錄影 來 茗玉 我們先來聊一聊 這為什麼會說 這個照片很重要 要放在這個軍事媒體的 展覽當中 因為就是 我覺得現在大家一個氛圍 就是說因為總統當了這個 蔡英文當了總統之後 大家好像很少看到他穿裙裝 所以就是說今天特別就是 去偷他穿裙裝的照片 感覺就是很特別 所以就是在一片的 這個軍事展當中 會出現這張照片 不過我會覺得說 他這個 因為我們今天是七七抗戰 對不對 如果說國防部他要放 這樣子的照片的話 我不知道說他展現的目的 是要在哪裡 社長就說總統的腿很漂亮嗎 還是說這個就是說 要凸顯他穿裙裝的意義是怎麼樣 我會覺得說 如果他今天要做這個文章的話 我會覺得滿奇怪的 其實小燕 我比較好奇的是 我比較好奇的是 七七抗戰 爆發80週年紀念 跟蔡英文穿裙子有什麼關係 你該做的紀念活動 你該不管是感念還是感謝 還是懷念 還是感恩 這些為國家 你知道拋頭顱撒熱血的老兵 有的還在 有的已經不在了 你應該去感念這些人 你放一個蔡英文 穿裙子的照片 當成這一次抗戰事變 爆發80週年的媒體展的 主要噱頭意義是什麼 我不太懂 我也不太懂 說實在 對啊 真的是不懂 你就只能說 他是拍總統馬屁 對 該做事都沒有做 其實我必須講就是說 我覺得不管是改朝換代 或者是說你藍綠執政 不管再怎麼樣的換 我覺得歷史是不可抹滅的 歷史就是歷史 像像當年我們當就是 大家學說七夕抗戰對不對 其實上帶領抗戰勝利的 其實是國民黨 這件事情就是不可抹滅 但是我覺得說 你現在如果說 你越去迴避這樣子的事實 譬如說今天明明是七七 然後80週年 很多老兵出來慷慨激昂 講說他當年 比如說抗戰的一個歷史過程 為國家這個犧牲奉獻 但是我就覺得說 如果你完全民進黨執政之後 你就一直想要去講話 或是去中國話 然後完全把這段歷史切割的話 我覺得最後的結果會什麼 就是你把這個歷史 就是直接奉送給大陸 他現在看起來他就是要 就是感覺他就是要串給 他想要的 譬如說像918事變 明明我們知道是七七 譬如說幾年抗戰 大陸現在要改成14年抗戰 然後現在感覺就是說 他要把整個 就是國民黨以前帶領 抗戰勝利的這個歷史真相 他可能要把它變成說 其實是共產黨 才是共產黨最後帶領的勝利 譬如說你這個歷史的主導權 或話語權 你就變成要完全奉送給對岸了 我會覺得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會覺得是非常可惜 而且會對不起這樣 曾經為國家犧牲奉獻的這些老兵 所以我要再次的嘗試說 明明就是說今天是七七抗戰 是80週年的日子 但是你看民進黨他現在要 他要慶祝的是什麼 他要講的是解嚴 解嚴30週年 他現在推的是解嚴一系列 感覺就是說他要覺得說 是以台灣的這個主體 就是完全的去 就是完全去取代 取代這個七七抗戰的事實 我會覺得說 在這樣的主導之下 會讓我們以前學的這個歷史 是完全的一個錯亂 我會覺得說 你會對以後 就是我們的子子孫孫 是很難交代的事情 我會覺得說 再怎麼樣的政黨輪替 今天如果就算是綠營執政 我覺得歷史 這是歷史 這是不可抹滅的歷史 就不要再去用這種政治的手段 去抹滅這樣的歷史 我會覺得說今天 你要用這個蔡總統的照片 去凸顯你這樣的歷史 我覺得其實是侮辱了老兵 也侮辱了這段歷史 所以國防部的目的就是 第一 模糊焦點 大家不要記得抗戰歷史 第二 順便拍拍蔡總統的馬屁 這個馬屁拍得太明顯了 這個讓我想起什麼 過去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你是我的巧克力 他去行事部隊的時候 對不對 那個部隊的官兵 通通起來說 你是我的巧克力 這樣拍阿扁的馬屁 還戴那個扁帽 是不是 所以說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就是這樣帶領國軍的 而且今天的這個軍事媒體展 是在國軍歷史 國軍歷史文物館裡面 所做的展覽 今天誰要去剪彩 誰要去做主持 開幕的主持 馮世寬部長 所以這個馬屁拍得很明顯 而且我回答剛剛佑正的問題 就是說請問這個 所謂的軍事媒體展 跟蔡英文當年 曾經上過舉光日 有什麼關係 坦白講關係真的很薄弱 我覺得這個 國防部就是在找什麼 找蔡英文過去 她的有生以來 唯一一次跟三軍 唯一有交集的一件事情 那個蔡英文肯定沒當過兵 他跟國防部或跟三軍 唯一一個交集就是 他曾經上過舉光日 這一件事而已 所以你不得不配 佑正 你不得不佩服國防部 他能把這個照片找出來 其實是很厲害的 很用心 對 很用心 很用心的拍馬屁 這一件事情 大概全國2300萬人民 大概只剩下馮世寬 知道何以 我猜 不然我們總會知道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這張照片是幾年的 他說是80年代 還在大學任教職的時候 1990年代找出來這個照片 快30年前 根本就沒有人注意了 而且我說真的 我們都當過兵 舉光日的時候 其實是阿兵哥很開心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不用出招 可以在廣場或在教室裡面 看那個舉光教學影片 舉光原地 對 可是我們必須要 可是這幾年 舉光日的這個型態已經轉變了 這幾年舉光日找的女主角 通常都是比較 有時候會找正妹 或是明星來代言等等 就比較吸引目光注意 我們看這一張照片的蔡英文 我們的確 我們唯一 唯一看到就是說 的確他露了腿 穿了裙裝 這個是 這個照片倒是民族珍貴 因為我們的確很少很少 我印象中沒有第二章的 就蔡英文有穿裙裝 在公開場合 當然當時看起來 有四五個學者在上這個舉光日 我必須要佩服就是說 國防部的用心 的確 也證明了蔡英文過去的確跟國軍 跟三軍沒什麼特別淵源 只有唯一舉光日 可是我覺得他應該要把 當年的影片剪輯出來 不是只有做那個照片 應該剪輯出來 他當年說了什麼 我倒還滿好奇 說不定當年演藝讀稿機 他也不好是講話 就一直坐在那邊 剪出來就看到中文人就八蛋嗎 對 所以我希望 馮世關部長 看是不是能在這一次的 軍事媒體展 坦白講這個事情跟七七 七七事變80週年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們很好奇 就當年蔡英文講了什麼 也不妨讓全國民眾 匹匹一下 看他到底是說了什麼 好 我們繼續就來看看 蔡英文總統 最近壓力好大 不過昨天難得 終於是公開露面了 在這個行程當中 當然我也比較好奇的說 是不是因為是拜廟 所以蔡英文總統就來了 他在昨天到了高雄 去參觀這個宮廟的一個活動 那麼結果 馬上我們就看到 維安是大陣仗 而且也有人趕緊為他送暖 我們先來看看昨天他的行程 蔡英文 蔡英文 6號下午到高雄 人還沒到 300多個抗議民眾 一看總統車隊一面來 超級礦泉水 土塊狂砸 警方立刻出動 微網攔截 用那個鍵頭 把那個人家如果掉到油心 我調魚啦 土塊石頭砸不到 改丟煙霧彈 煙霧彈被丟進 總統車隊刑警路線 前面員警一腳踢開 後頭刑警立刻拔腿抓人 現場再爆激烈衝突 來 隊長前面的警察嗎 我們不要跟舉掌花生結婚 來 我們不要跟舉掌花生結婚 十幾個反菜團體 靠著臉書跟LINE網路號召 集結300多人來包圍嗆下 為了保護蔡英文的安全 高雄市警方出動大批警力 不只把鋸馬牢牢釘在路面 怕民眾拉扯分離 還用鋼索兩兩鎖緊 另外廟門左右各200米範圍 也全架起護欄巨馬 將抗議民眾隔離在右側最外圈 總統車隊由左方進入 雙方根本無法接觸 抗議民眾的前方 出了第一層護欄 後頭有制服員警看守 制服員警後面還有第二層護欄 加上一層巨馬 核心範圍則有保大員警為安 場面猶如防恐震報 對付的卻是抗議民眾 為什麼國家的總統 不敢突然進來 這是什麼國家的總統 巨馬一大堆的地方 就是蔡英文要來 因為她現在逃不出去 你們要去醫院嗎 要去醫院 要去醫院 這邊可以 快去醫院 為什麼要那麼出去 為了保護蔡英文 警方封鎖附近道路 嚴禁通行 民眾就醫也受影響 蔡英文廟前拜拜 鐵粉跟支持者包圍喊加油 對照外圍的激烈抗議 一樣樣青 記者 陳生意 陳老虎 高雄報導 今天是七七事變爆發的 80週年紀念日 我們首先要對這一些 不管是還在世 或已經往生 曾經為國家 為人民 拋頭顱 灑熱血 奉獻一生的 農民朋友 農民伯伯 老伯伯們 老兵們 說一聲謝謝 因為有你們才有今天 台灣的安定繁榮 不過也要跟你們說抱歉 為什麼 因為對不起 我們選出了一個 完全不尊重你們過去貢獻的 蔡英文總統 要把你們的福利都給砍黃光 而且她還找來一個 完全不管你們過去 這個歷史事實擺在眼前的貢獻 只忙著拍總統馬屁的 國防部長馮士寬 好 今天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如果你們那麼不尊重 台灣人的過去歷史跟未來發展 那麼七七事變會降臨在 你們的身上 藍綠陣營都一樣 首先來看到 在民進黨裡頭的七七事變 主角不用多說 當然不會是馮士寬 而是蔡英文總統 這個七七事變 讓蔡總統非常非常的擔心 非常非常的害怕 我們來看看 導火線是什麼 導火線叫年金改革 因為面對這些 以前為國家奉獻了 一輩子的公務人員 軍警人員 教職人員 你居然痛下殺手聽了 段儀康的話 幾乎要把他們的福利 都給砍光光 因此埋下了 你日後遍地抗議開花的伏筆 繼續告訴你 引爆點叫做前瞻計畫 你不顧人民反對 應該要全砍 而不是砍一半 強行在立法院欺騙國民黨 欺騙人民 讓他給過了 未來審查預算的時候 恐怕又會是另外一波 陳情抗議的高潮要出現了 繼續來看得到 汽油助燃劑 你要知道火已經在燒了 結果你民進黨不忙著救火 還提油 啪一桶往火裡面澆 這只會讓火燒得越來越旺 談到的就是退降管制 今天拉長到15年 包含了高階的政府官員 你擺明是要斷了國民黨 在兩岸的生存空間 想要把國民黨的兩岸政策 兩岸戰場全部收歸己有 光是年紀改革前瞻計畫 加上退降管制 就足夠讓你的蔡英文 七七事變燒得越來越烈 好 我們講到了 這三件事情加起來 引發的就是大規模的抗議 這些抗議通通都是七七事變的 一個小螺絲 拴起來要給蔡英文 最強大的民怨壓力 除了 首先看到 在6月30 北投復興岡三居五校的 軍校聯合畢業典禮的時候 蔡英文當時又是駕駛馬 又是縮車道 那個時候就出現了 上百名的警察護送 但還是有民眾突破了 層層的管制 想跟蔡總統表達心聲 另外在7月3號 就是蔡總統去參加那個 機制問答 連卵絲跟烏賊 姜母鴨 是怎麼做的 都搞不清楚的那一場活動 當時因為這個經驗 所以警備車 馬上增加到10輛 而且動員了 將近500名的警力 還跟在蔡總統的坐車旁邊 小跑步 好像皇帝出巡一樣 在護送保護蔡英文總統 好 剛剛另外你看到了 在7月6號高雄 昨天還出動了藍協網之外 快打部隊也在現場待命 根本就是來把陳情抗議的民眾 當成了報名 只怕以後要出動軍隊 來進行鎮壓 同樣的上千名的警力 上千名的警力 一樣小跑步來護送車隊 警力從百人到近500 到現在上千 到底全台灣還有多少警力 可以供蔡總統如此來揮霍呢 好啦 警察這麼辛苦 但蔡總統顯然覺得不夠 七七事變 到處都是戰火 你們保護我 還保護得這麼沒力 叫小英總統怎麼不生氣呢 所以根據媒體的報導 我們要告訴你 據說蔡總統在他的車子 被抗議的民眾碰到 甚至敲打了車窗之後 蔡總統非常非常的生氣 我說了 根據媒體的報導 蔡總統馬上找來了誰 公安局長 還有總統府市會長 甚至包含了警政署長 還有特勤中心的副指揮官 蔡總統大爆發 當著四個人的面前 直接罵人說 你們這為安怎麼做的 我那麼尊貴 要是我的車窗被打破怎麼辦 要是我的車子被闖入 請問你們誰能負責 我蔡英文 蔡總統 小英總統的生命安全呢 此話一出 當然讓四位負責總統為安的 長官們面面相去 臉都綠了 好啦 根據這樣的報導 總統府有出來否認 他說這些描述全部都是空穴來風 全部都不是事實 等於是針對總統 把這些高級官員找來 只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七七事變讓他非常害怕 直接把他們當小孩罵 這件事情 總統府是全盤否認的 但如果沒有發生過 怎麼會傳出這樣的消息呢 所以到底是真 是假 待會兒來賓要好好分析給你聽 不過話說 蔡總統 就算這些人沒有辦法 防堵民眾碰到你的車子 但你也真的不用太緊張 別忘了 你的坐車跟梅克爾通的機 這一輛車要價2500萬台幣 連地雷 炸彈 手榴彈 子彈 通通都能防 難道民眾右手敲敲玻璃 就讓你這麼害怕嗎 難道這七七事變 真的讓蔡英文的膽子 越來越小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建議蔡總統 第一 把這些讓人民 很受不了的政策 我們收回重新載你 說不定你可以奪得人民的支持 再不然可以 反正我們有個很愛拍馬屁的 國防部長馮世寬 不如請特勤中心國安局 來跟國防部合作 我之前就說過了 2500萬的坐車不夠 沒關係 那我們換一台 造價好幾億的 雲豹八輪甲車 來讓你在台北市 跑塌 跑行程 保證絕對比你的2500萬 坐車更安全 這樣好嗎 國防部長馮世寬 我想他應該是非常非常的願意 畢竟連七七抗戰 80週年爆發的紀念日 他都可以把焦點 變成蔡總統穿裙子 露出美對的漂亮照片 你說當你提出這樣的邀請 馮世寬會拒絕嗎 我打賭 絕對不會 給他一個拍馬屁的機會 也給你一個能夠繼續抵抗 民怨沸騰 引發七七事變的理由 好 講完了蔡英文的七七事變 接下來我們要來談談 國民黨的七七事變 國民黨的七七事變 主角是誰 對不起 吳敦義先排後面 今天的主角 主要講的是朱立倫 好 為什麼朱立倫 也有七七事變 最近不是風頭沒有很見 不過就是在昨天 找了黨籍立委跟縣市首長 吃個飯而已嗎 我們先來看 朱立倫七七事變的 導火線是什麼 導火線恐怕會是最近 越燒越旺 藍綠都可以扯進來的 遠雄彼岸 因為爆發了弊案 讓人突然想起原來 朱立倫還在鴨子滑水 水要滑到哪裡去 待會兒告訴你 另外引爆點 當然是前瞻計畫 跟蔡總統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好 為什麼我們說 引爆點會是前瞻計畫呢 不要忘記了 國民黨現在被大家給罵翻了 因為答應我們要全砍 8800億的前瞻預算 怎麼到後來跑去跟民進黨妥協 變四年4200億呢 而且國民黨在讓支持者失望之後 好像也沒有反省 也沒有道歉 反倒是派了黨紀立委 到處遊說 想要邀功說 這些都是我們的功勞 我們守住了你們的荷包錢 不要再傻了 也不要再騙了 我們的民眾沒有這麼好騙 好了 我們說 我們沒有那麼好騙 奇怪 怎麼國民黨會這麼好騙 這真的是一個大問號 國民黨為什麼說 國民黨真的這麼好騙 因為徐國勇已經告訴你了 說這四年4200億 大家質疑有沒有所謂的 落日條款呢 好像沒有 但徐國勇很生氣 馬上跳出來說 誰說沒有落日條款 亂講話 從前解釋 落日條款就是8年 以8年為期 聽到了嗎 國民黨的立委 在過了之後 民進黨的行政院發言人 出來告訴你說 有落日條款 落日條款的期限叫做8年 不是你們口中的4年 聽懂了嗎 你們被民進黨 狠狠地擺了一道 但你們這些人也不是笨蛋 為什麼那麼容易被擺到 原來今天 平面媒體的爆料告訴你 後頭有人在主導 誰在主導 吳敦義還是朱立倫呢 好 根據報導告訴你 其實國民黨裡面 現在好像真的出現兩顆太陽 一顆太陽 鷹派主戰 認為前瞻計畫 應該要全部擋下來 那個人叫做吳敦義 但另外一個人 主和 覺得前瞻計畫 畢竟新北市也分到了一些 不要全黨 否則我不好跟新北市民交代 那個人叫朱立倫 如果報導推測屬實 朱立倫就是國民黨 傻傻被騙的幕後操盤者 難道這件事情爆發出來以後 不會造成朱立倫的七七事變嗎 好啦 想想看 為什麼朱立倫 在民怨如此沸騰的情況之下 還要要求國民黨必須主導 要配合民進黨 從八年變四年的 傻瓜騙人政策呢 是不是想鞏住他的歷史共主地位呢 而是不是因為在前瞻的部分 新北市一樣有一些預算 如果朱立倫連預算都不要 請問他要如何替他的接班人 侯友誼鋪路呢 換句話說 在主和的朱立倫眼中 可能前瞻對他來說 跟民進黨一樣 也是我的榜中計畫嘛 我寧願分到一點 想辦法再多要一點 都不要被你們國民黨 吳敦義擋下來 導致我什麼都沒有 沒有辦法跟選民交代 搞不好新北市就因此掉了 好 說到了選舉考量 朱立倫腦中當然有盤算 你以為是2018嗎 抱歉不是 因為陳學勝 國民黨的立委出來告訴你說 其實朱立倫心中 他沒有要選2018 他不會選台北市 因為他的目標是2020或2024 換句話說 朱立倫的心中 根據陳學勝的說法 朱立倫起碼自任 還能夠再選兩任總統 一個叫2020 一個叫2024 但是我想請問朱市長 假如你真的為了鞏固新北選情 讓自家人順利接班 而要求國民黨 通過前瞻計畫的話 你的七七事變持續延燒 再加上遠雄弊案 往上燒不曉得會燒到誰 你確定你還能夠參選2020或2024嗎 今天7月7號 國民黨 民進黨裡頭 都正在上演一場七七事變 但是當中的兩位主角 朱立倫和蔡英文 好像還沒有搞清楚狀況 接下來把時間還給疫情 我們要先從蔡英文 好像滿怕死了 七七事變 在她身邊 抗議如影隨行 開始談起 好 謝謝佑正的 今日最大掛 簡單問一個問題就好了 2500萬打造的防彈座車 為什麼還需要怕人肉拍窗呢 否則蔡英文總統 他是真的怕了 因為他這樣子我們看到 從6月30到7月3號 甚至再到7月6號 昨天這一天 抗議的人潮如影隨行 但是違安一次比一次的嚴格 來 靖平 你先幫我們來分析一下 蔡英文總統是不是真的好怕死 連防彈座車 他坐在裡面 他都還是好怕呢 否則怎麼會這樣的 違安大陣仗 否則為什麼在他剛上任的時候 蔡英文的座車一再的換 從這個Land Rover 然後一直又換到這個Volvo 然後又換到這個 跟梅克爾同等級的 本來其實就是跟梅克爾同等級的 只是他不夠高級 就是防彈跟防暴的這個規格 還不夠到了這個最top的頂級 所以其實2500萬元的 一輛總統的這個防彈 防暴的這個座車 其實蔡英文總統 真的大可不必那麼憂慮 還怕世衛長劉志斌中將 還有國安局局長彭勝竹 還有把現場的指揮何保齡 甚至警政署長 陳國恩根據媒體 所描述的這個消息 這個報導 都把他們找來罵了一頓 我相信他不是只擔心說 如果車窗的玻璃 被抗議人士反年金改革 這些民眾給敲破了怎麼辦 而是他問的是 維安的規格跟等級 為什麼沒有始終提升到 他認為可以保護到 他滴水不漏的境界 他不想看到那個場面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建議蔡英文 他其實倒不是怕事 覺得這樣的場面很難堪 出醜 出糗 很丟臉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前兩天他不是感冒嗎 到了高雄碰到了城局 然後送上很暖心的這些動作 政治語言 然後就感覺感冒就好很快了 乾脆就繼續躲在府裡面 不管他感冒好了沒有 不要出來面對這個場合 與其視而不見不是更乾脆嗎 所以你這回想到 為什麼上次他去北投復興港的 這個校區 政戰學校 參加三軍六校的畢業典禮的時候 當時你可以看他 別被年改的 把年改抗議的團體群眾所包圍 而且為了這樣一個抗議包圍 結果導致他的車隊 延遲了10分鐘 然後後來離開的時候 你看那個員警 還有裡面的特勤校 是分成內圍跟外圍 他這一次是不滿國安局 跟這個世衛長 還有警政署 這些現場指揮官的 這樣的一個處置 但是你可以以政戰學校 那時候的處置為例 已經是破天荒的 讓這個蔡英文的車隊 外圍有制服警察 手勾手這樣子 變成一個人牆 保護住這樣一個第一道防線 然後內圍又有這個特勤 PT小組那些特勤小組的幹員 穿著這個軍靴那一種 然後全部這個小跑步 保護著總統車隊 這樣的小跑步離開 你看過以前這個從李登輝 就講我們台灣最近十幾二十年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 到馬英九 什麼時候看過總統的車隊 可以像這樣子落荒而逃 所以才會有民眾在那邊譏諷說 我們的三軍統帥總統 離開一個軍事基地 躺躺的還要在這邊走到背 這個讓人家回想起 大概2005年 06年 台灣風起運了反貪倒閉的時候 陳水扁碰到哪裡 也是如影隨形 然後碰到紅色了 記不記得那時候 政府對紅色很敏感 然後一看到有人 穿紅色的衣服或T恤 馬上就要組閣畫出一條界線 或是不讓穿紅色衣服 褲子的民眾靠近 所以其實一個總統 你是要以德服人 還是以這麼多的警力 這麼多的人力以力來服人 今天蔡英文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還怕人家把他的坐車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都只是一個藉口而已 我最重要的是 已經到了一種不得民心的境界 我們拉回來談 蔡英文今天會被如影隨形的抗議 當然第一個導火線 叫做年金改革 第二個引爆點叫做前瞻計畫 現在還要搞一個說 退將15年不能去大陸 你到底心裡打什麼算盤 你這樣子搞下去 加上一例一休 所以我說今天7月7號 蔡總統你身邊的七七事變 正在上演 而你的車子會被拍打 會被追打 會有那麼多人找你抗議 只是七七事變的前奏曲而已 事情再不做好 你的七七事變會越嚴越大 會越來越難收拾 來 英文明姐 現在蔡英文這幾天荒腔走板的演出 我覺得第一個 對她個人的政治聲望 或者是政治前途 如果她還有任何政治前途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大的重創 而且這個傷害 已經不是藍綠之爭了 因為很簡單 大家想想看 你去選一個政治領袖 你要有幾個基本的特質吧 你是一個膽小鬼 你是一個嬌嬌女 你一點苦都不能吃 然後一點的遇事臨危就慌張 請問我講的以上的人格特質 有什麼人會覺得說 已經知道這個人格特質 我下次還要把你投票選出來 我要支持你 作為領袖級的人物 不可能 蔡英文現在作為一個三軍統帥 我今天真的很不願意講 她實在很丟我們女人的臉 對不對 我們有這麼多女性 在社會各行各業 隨便一個也比她有勇氣 也不用說坐那個 2500萬打造的車子了 就算普通的車子 你也可以下來 很好的跟這些民眾溝通 難道這些民眾 看一個女的總統真的出來了 她會真的敢對她動粗嗎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蔡英文 所展現出來的 既沒有領導力 又實在是膽小鬼還不講 就是真的印證了 大家從頭就覺得是一個 富家女 沒有經過任何的歷練 然後就是一個公主病的這種 就覺得真的很糟糕 我覺得這個這麼糟糕的問題 如果說她只是一個 我們講一般的政治人物好了 我覺得可能後果還沒有很嚴重 我覺得她今天貴為國家元首 你這樣的毫無勇氣的行徑 你會使得現在很複雜的 兩岸關係國際情勢 可能都會有一種負面的發展 譬如說你看她這麼膽小 對岸大陸 如果說有這種 鷹派真的心懷不軌的話 她就覺得說 你原來這麼害怕 現在就趁她在位的時候 趕快對台灣武嚇 她很可能她就退讓 因為她連自己的國人 這些人說起來 其實還算相當溫和的 也不過就去幾個人 大家也不過就抗議一下 她就這樣子怕得要命 覺得她的車窗會打破 覺得四大的情治首長 都沒有好好保護她 然後昨天去高雄 說有469名警力 我都很懷疑說 去支持她的群眾 跟抗議她的群眾 到底有沒有469個人 結果你浪 支持成100個 支持的100個對不對 你抗議的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 成居動100個 支持100個 抗議的我看也100來個吧 你搞了469名警力 現在大家 剛才佑正也講了 現在大家已經很氣了 你那個年金改革 退休金 然後你的福利也一直減 然後你一立一休 警察是說別人都在一立一休 為何我沒有嫁給你休 他現在不但沒有休假 不但砍了未來人家的退休金 不但的讓這些人覺得 前途茫茫 他還過度操勞 過度動員他們 你一個小的行程 你就動員500個警力 我們這樣子算好了 一天他如果5個行程 要不要2500個警力 如果一天2500人次 你一個禮拜7天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是不是還要感謝他 神隱小英稱病復出 對不對 可是你稱病復出 人家又覺得說 你這個國家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大家又開始在他的健康 開始什麼國家的未來 就是你現在在一個很複雜的情勢 你不斷的給 你敵對方有任何的機會可乘 但是你這個敵對方 也是你自己造成的 本來對岸的大陸 跟我們也沒有敵對 在之前的2016年之前 大家互動得非常的和緩 外交還修兵 大家還經常的往來 還坐在談判桌解決問題 結果蔡英文一上來 明明這麼膽子小 明明沒有能力解決問題 明明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 就竟然又去衝 怎麼講 言語上成勇 說我們絕對不屈服 我們如何 口舌之快 對 稱口舌之快 結果現在弄到怎麼辦 對不對 不是你的敵人的 也變成你的敵人 然後現在你自己每天面對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處理的話 我真的很擔心 不只是說他未來的 所有的行程都會如影隨形 給對岸到底放出了 什麼樣的訊息 我覺得是更令人憂慮的一件事 剛才靜平說 算了 他乾脆就躲著不出來好了 靜平 躲得了四天 躲不了三年 躲得了三年嗎 他有三年 對不對 你三年每天都躲嗎 每天都躲 說真的 我想他再躲到三個月之後 可能大家就覺得 那我們不如來罷免好了 對不對 我們選了一個總統 他每天都沒有出來做 總統該做的事情 我們繼續讓他在那邊 領甘心要做什麼 所以他的危機真的很大 其實這些抗議行程 新聞畫面播滿多的 但大家都沒有深入探討 你知道有個畫面 讓我印象非常非常地深刻 就是蔡英文的車隊在走 兩邊警察在旁邊小跑步 你知道這個畫面 我在哪裡看過嗎 有沒有看到鹿鼎記 康熙跟豪拜出來的時候 我剛才講的 護駕 對 旁邊一堆人就這樣 有的人騎馬 有的人跑的 拿一個旗子跑跑跑跑的 你到底是 把自己當成女皇了 還是你怎麼會怕成這個樣子 而且怕到 你已經坐2500萬的車子了 還傳出 不過車窗被人家碰了一下 你就把國安局長 把中府社會長叫到跟前 來痛罵一頓 有這麼怕死嗎 休息一下 歡迎回到大政治大爆掛 針對有媒體的報導說 蔡英文總統 因為車隊被突襲震怒 結果把官員都叫來質問 甚至還說 什麼很怕車窗被打破 總統府說這不是事實 一律都否認 但是我們當然也很好奇 我們也請教一下 小平議員的意見 因為都已經講了 什麼警政署長 國安局長等等 都被叫來 對他否認 不過是因為他的車窗 被人家這樣 碰了一下 這些高官 就是高官就被叫來罵 對 中府說沒有 中府說沒有 可是我還滿懷疑的 不然這消息 難道是記者夢到寫出來的嗎 空穴來風 只有兩個結果 一個記者做夢 我相信記者不會那麼容易 做白日夢 第二個就是那個T台的彩威 有報這個事情 你的個性責罵別人 我認為理所當然 不然你就提出告訴 他要說你警察動員太多 他要說你膽小 這怎麼搞 這很受公平 就是 不然你成親對職 不告就對職 我相信T台的記者 彩威的報導 而且膽子小到什麼樣 以後玉琴上電視 你也不要穿這個紅外套 就讓他想起紅三軍 他也很痛苦好不好 所以 沒有 玉琴可以穿我 今天這個警察 他就開心了 大地律 大地律就開 其實可以建議 那個以後抗議的人 都全部穿一群綠的 對不對 這樣子是抗議的 打扁大牛有沒有 打扁大牛就進來了 是不是 他把總統講得跟 西班牙鬥牛一樣 看到紅綠發 把總統府 所有衣服穿的 都是跟郵菜一樣 總統府都漆成綠色好不好 就是這個總統 真的是很沒用的 他在一年之內 創下兩個中華民國的 金氏世界紀錄 第一個 才過了一年 民調只剩下十幾% 哪一個總統是 民選總統是這樣幹的 民調這麼低 第二個 只幹了一年 所有的老百姓揭竿而起 揭竿而起是什麼 那就是陳勝吳廣 就是秦朝要滅亡了 就是朝代要改朝換代 我看他是不會連任的 然後為什麼揭竿而起 兩岸你不承認九州共識 進入冰封 內政一粒一休 年金千瞻 搞得一塌糊塗天怒人怨 所以人民才揭竿而起 第三 還很會說謊 你桃園明明就怕 你膽子就小 你還要那個鄭文燦 幫你圓一個政治的謊言 說你生病 感冒 你生病看到陳菊就好了 陳菊是唐江 不是 講了幹嘛 我就不相信他生病了 大家來對質一下 還是怎樣 就你任性又膽小不去 你就說我不去了 我不想去 本姑娘不想去 總統不想去 任性 大小姐 公主病 不然就是說我膽子很小 我真的很怕 我怕得發抖 你就不要講說你生病 臨時就生病 故意叫記者拍一下 還沾了一點水 頭髮一點濕 這樣子就趕不定 淋待遇 這樣就容易就感冒 忘了先保護你的警察 淋著跟落湯機這樣怎麼辦 他們不是肺炎中風那些警察 你這樣搞警察 因為警察退休 被你砍了是三成幾%的替代率 限職的 每次搞500個人來保護你 台灣有多少警力 台灣還差 台灣應該是8萬個警察的空穴 只有6萬多 還差1萬多 沒有人要當警察 太苦了 而且小平原你昨天講 我們跟高雄的行程 那些危安全部都是被叫來 然後全面禁駕 不准再想要下來 不只修來保護總統 特勤中隊穿深藍色T恤 跟著跑國安的 警察的 每次拿暗哨 我每次上千人 你相信我 就相信你能夠祷告不久 從總統府開車到重洗 一路多少警察 如果你們跟著他車這樣走的話 就是對我剛照很辛苦 那是跨區域 跨國安 跨警政署的 公務員不要搞成那樣很辛苦 而且我跟你講你不要緊張 拍拍你的窗戶就問候你 沒有人會打你 我們會把你 我看藍具會把你保護得 跟熊貓一樣 你名料這麼低 你繼續選我們才會贏 我還真怕換人選你知道 所以誰會對你怎樣 我覺得真心誠意的 翻然悔悟 該做的事把它做好 兩岸回到九二共識 然後前瞻 策案退回了 不管會不會成 至少我們要表達我們的意思 然後年金 財政好的時候 你那個四兆大水庫的基金 如果獲利從2.5到3.5 就可以多個500億 加一點替代率 替代率給這些軍公教辛苦的人 我認為這才上策 來 小玉要補充一下 總統府說 我們確實沒有這種事情 全盤否認 還要求大家要更正報導 我們有講總統府的想法 總統府的說法我們說了 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 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但這種事情怎麼會傳出來 這非同小可 通常會把總統 如果今天把總統市委長 國安局長 警政署長 國防部的人 特地中心副指揮官 全部交到跟遣代表什麼 代表發生重大國安危機 結果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傳出發生這樣的事情 蔡總統心中的國安危機是 有人敲了我的車窗 其實我贊同小平議員的觀點 就是說記者他不會憑空去報導 去捏造一個事實 一定是有人傳這個消息給他 對 我相信就是說 其中這有些 譬如說剛剛點名了 而且他點名得非常清楚 他就是講說講了市委長 總統府市委長 國安局長 警政署長 還有現場的指揮官 他是把所有的人 就是點得很清楚 而不是講說 我們以前如果搞不清楚 那個報導 我們就想說什麼政府高層 政府高官 國安黨政人士 核心物料 對 你會有很多的名詞來代替 但是他這一次是講的 把所有的人都點出來 就是說總統把這些人都叫來 然後就是質問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這樣子的報導 應該算是有憑有據 應該是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我會覺得說 這個消息出來 可見是其中這些人 他被罵 然後他覺得他不爽 然後他可能就是透過其他的人 或透過管道 就把這件事情洩漏出來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事情就滿為妙的 我們要講的是說 其實總統的防彈車 總統的防彈車 我們已經就是說 在這採購價格的時候 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了 他是歷屆總統採購車 價格是最高的 你已經是最高 最高規格的採購車了 你怎麼還會擔心說 我覺得他應該擔心的是說 為什麼這些人抗議 他手有沒有受傷 你衝你的防彈鍋 你的手有沒有受傷 這些民眾有沒有受傷 你怎麼會去關心 你的車子有沒有受傷 我覺得他應該是要苦民所苦 應該是要先關心民眾 怎麼會先關心你的坐車 這我覺得邏輯是有點錯亂的 再來我要講的是說 之前我們在節目上一直呼籲說 你應該要體諒警察 譬如說大家的底下 你看這些警察好辛苦 譬如說你每次來 因為抗議的群眾越來越多 現在我覺得抗議的群眾 會越來越多 因為以前先是抗議一利休的 後來年金過了 又加了年金來河流 然後現在前瞻又過了 然後又抗議前瞻的又來了 所以你知道 以前本來是一小撮團體的 本來是你可能不爽一利休的 現在第二批抗議什麼軍工 叫這個仿年金團體的又來 未來要加上前瞻 你可能未來還有更多更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抗議的團體 會越來越大 以前我們講的時候 不是800壯士 現在又加上700壯士 已經1500了 對 以後我覺得這個團體 抗議的團體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會覺得說 警察真是以後會越來越辛苦 你看不只是他來要搬這個巨馬 巨馬已經從一層 一直變一變 擴階到五層了 你這個巨馬搬完之後 現在還要保護警察 只要小英一來 你的警察就要出動 現在已經是100個 現在已經加到快500個了 現在警察不只警察出動 你還有連特勤文 還要在你旁邊小跑步 所以我覺得我們 在這個節目上的呼籲 是完全聽不到 我覺得我們好像越呼籲 人會越多 只是會累死這些人而已 我還會覺得說 我今天觀察到一個有趣的點 你不覺得說總統這幾天 他就是感冒 不是說感冒 不管是有什麼理由 你可能是怕抗議的群眾也好 或是你感冒的理由也好 他就這幾天不是消聲不見 結果他第一站復出 他去哪裡 他去高雄 這就很像以前阿扁時代 你知道他以前民調最低 後來爆發什麼海角七的時候 取暖之女 對 他只要取暖 他就會跑到南部去 對 跑到南部去 跑到台南去 跑到他高雄去 去取暖 可是你要知道 小英他 我覺得他現在也是走向阿扁的路 所以他付出他第一個 要先去 總統府辦到鵝卵筆的 屏東人 對 問題是你去高雄 你看還是碰到這些抗議的民眾 這些抗議民眾鐵了心 要跟你如影隨行對不對 所以而且你知道昨天 所以去南部取暖 也還是會被抗議的 還是所以是完全沒有用的 而且我覺得他其實懲罰到誰 其實懲罰到了除了警察之外 還懲罰到記者 你知道據現場報導是說 那個記者已經嚴格管制到說 你去採訪 你要帶雙證件 而且你的包包還要被整個 這樣翻來翻去 看你有沒有帶什麼 我覺得他現在管的人已經是 管控得越來越多 感覺已經有點像警察國家 會像戒嚴時期了 我第一次看到採訪 還要記者付雙證件 還有你的包包要整個被搜 你手會綁起來 那名譽 之前民進黨 不是最喜歡講那個公民記者 有沒有 那種公民記者不是都自封的嗎 他也沒有僱主 我要看公民記者 明天自己寫進 這要什麼雙證件 這要怎麼雙證件 他要怎麼樣證明說 他是一個記者 每個人都可以提出雙證件 其實怎麼樣證明記者 我覺得如果以其這樣 以後不要發財通了 你就是總統府直接拍工帶 拍工帶 就攝影官拍工帶給大家 對 我覺得這樣是最省事的方法 對 你就自己拍一拍 然後像金正恩一樣 所以永遠都不會有總統說錯話 還有PS修圖一下 讓人把它PS修少一點 我覺得如果以其要這樣的狀況的話 以後我們看到的情況 就是永遠不會有總統說錯話 不會有抗議民眾 然後永遠都是這個 萬民擁戴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滿好 這樣就不會累死警察 也不會累死記者 都不會累死大家 然後我覺得也可以達到 宣傳的目的 但我們就是講一個諷刺的話 我最後要講的是說 既然總統他曾經有講過說 年金過了之後他要一例承擔 我覺得要一例承擔 你就要說到做到 你就不要怕 而且我覺得最主要還是要體恤 這些警察跟危安人員 我們已經講過好多次 他們真的很辛苦 不要我們講過之後 以後變成500個之後 下次就變成1000個 這真的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而且我們剛剛在講就是說 抗議的群眾都被阻擋在外面 總統其實是坐在最安全 是梅克爾等級的防彈座車裡面 但是他是最安全的 外面的警察保護他比較危險 追著他的車子在跑的抗議群眾 他們也比較危險 甚至像剛剛明雲講 採訪記者也是辛苦而危險 因為可能隨時會被流彈波及 不是嗎 總統到底在怕什麼 應該要擔心 其他外面的人的安危才對 不是嗎 他讓我們陷入危險當中 但是他在最安全的地方 有最多人的保護 他還要再擔心自己不夠安全 我們都不是人 對 剛剛玉琳講得很好 他怕什麼 有什麼好怕 你已經是三軍統帥了 還這麼多人保護你 還有這麼好的車子 在保護你 你怕什麼 而且你也不應該怕 我說真的 我今天在這裡 真的要嗆蔡英文總統 對 我要嗆你什麼 你算什麼總統 我再說一次 你算什麼總統 這句話是拿過去你的話 當時2000 我拿一個新聞報導給大家看 這個是2008年 2008年的時候 馬英九跟陳韻林會面前 他因為臨時改變的時間 提早了 結果當時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就痛批馬英九 他說什麼 他說你抗議迴避 你算什麼總統 他的全文怎麼說 他說很難相信總統為了避免 客人聽到抗議的聲音 就臨時改時間 這不是國家元首 應該做的事情 國家元首回避人民的抗議 算什麼總統 鑿槍有力 這句話拿來打臉蔡英文 現在宋懷典蔡總統 現在你把人群隔離了這麼遠 找了這麼多為安的人員 把聲音通通隔絕開來 完全聽不見 你迴避了抗議 你算什麼總統 對不對 然後又裝病 他也敢行程 對 他禮拜晚 禮拜三 多兩天以後 第三天要出來 禮拜四要出來的時候 那個行程 突然間發一個採訪通知 給記得說 因為物質地點 所以換到哪裡 哪裡 哪裡 對 就高雄那個行程 當然他現在 他還改地點 沒錯 現在外界質疑 他當然說說沒有 是因為要嘛感冒 要嘛什麼更改行程等等 來當藉口 可是大家記得嗎 6月26號的時候 蔡英文到新竹湖口 有一個叫做三元宮 他有一個接扁 那個送扁 那個接扁的行程 結果那個行程就取消了 當然國安局是說 沒有 是因為上一個行程 總統上一個行程太久了 延誤了 所以下一個行程這個取消 結果沒想到對不起來 為什麼 因為新竹縣的警察局 出來說什麼 他說這個什麼 因為抗議的群眾超過預期 抗議的行為因為無法掌握 所以我們就怎麼樣 就這個取消 然後特勤中心通知我們 要取消這個行程 結果所以事實上怎麼樣 他們雖然對外說了一堆藉口 可是實質上什麼 小英就是怕這些群眾的 抗議聲音 甚至有一些什麼抗議的舉動 換言之 我的意思是說 過去你都叫馬總統出來 要面對這些抗議的群眾 結果你現在竟然躲在 總統府裡面 還撐病 有史以來躲最大的總統 對 沒有錯 而且講到 剛剛這個佑正一直強調說 今天是7月7號 1937年 對 當時這個盧郭七七事變 盧郭橋事變 就開啟了中華民國對日抗戰 全面啟動 現在我們要開啟對陰抗戰 沒錯 你搶了我 我講到你的感受 今天 當然也不是說今天 事實上從軍公教 這個年金被改革之後 這些軍公教的團體 反軍公教的團體 就是怎麼樣 對陰抗戰的開始 7月7號只是互相揮應 因為當然我們知道 七七五國家的事情 到今天已經80週年了 所以當今天我們在討論 小英總統 被這一些抗議的群眾包圍 以及他對於維安事件的不滿 通通都產生一個強烈的對比 也讓我們對小英總統 未來領導這個國家充滿憂心 我們真的不是要 隨便亂懷疑別人 但是你看 總統府 你們之前蔡英文行程 明明就是怕被抗議取消 你們說因為上一個延遲 明明是怕抗議躲在總統府裡面 你們一下說行程沒有牌 一下說是因為生病 一下說有牌還沒確定 到後來就是因為躲抗議 現在你又出來告訴我們說 沒有 總統沒有找誰 找誰過來罵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在說謊 我們是媒體合理懷疑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還有 蔡總統 如果你真的覺得 2500萬的座車不太夠 沒關係 你可以去弄一台 雲爆八輪假車 你的萬軍車 來當你的跑塌車 我相信很愛拍馬屁的馮士寬 會非常願意配合 休息一下 大陣仗的違安都沒有辦法 安總統的心 乾脆派雲爆車出來好了 2500萬不安心 對 所以雲爆車應該 比2500萬座車更厲害 多多了 來 競品 雲爆車不是打不進去 還可以往外打 還打得出來 還可以反擊 雲爆車是我們國軍 我們國人自製的裝甲 也是步兵戰鬥車 本身它上面除了這個 它的時速最高 也可以到105公里 而且車上還可以有9名的成員 連同總統坐進去的話 除了駕駛之外 還有這個炮手之外 他因為它上面還可以裝什麼 814級包M68K1的戰車袍 還可以武林機槍 看誰敢開槍 我跟你講 你看裝甲的防護又夠厚 對不對 然後車身又夠長夠寬 寬2.3公尺 高2.7公尺 對不對 然後長又 那個也比一般車身還大 所以如果坐進去的話 乾脆我建議總統府 也搬到橫子所就好了 這個防護是整個萬軍滴水不漏 在山洞裡面 對 在山洞裡面 跟國防部長 馮世寬100分的部長 一起搬進去 搬進去和署辦公 他要叫100分的時候 很快100分 他馬上進來 不要叫什麼部長這樣 就直接就這樣很快 你不要講這個 他會不會作惡 對不對 萬軍計畫 叫100分有點生疏 叫百分 這個也可以對不對 就不用人家在那邊喊護駕 然後這個沒看到幾個人 像跑龍道一樣跑來跑去的 你也不用那邊罵國安局長 或者像人家報導講的 罵世衛長 所以其實你用這個觀念 來看蔡英文 你乾脆用這樣的一個 這個是預防突襲 外加落跑 是防護必備用的最佳工具 他真的可以好好的考慮 所以也不用怕什麼玻璃 被這個打破 可能手還會受傷 還會把這個小黃 不小心給擦撞受損這樣 所以我覺得雲豹車 倒是可以考量 但是今天蔡英文走到這個地步 逢世衛又用這樣的一個做法 讓很多的基層的官兵 看在眼裡 看長官頻頻對三軍統帥 剛剛我們一開始講的 有可能拍錯馬屁 表錯情 對不對 因為這個三軍統帥 我們的中華民國第一任 史上第一任女總統 畢竟是一般我們女性 像剛一開始講是穿裙子的 我這邊要特別跟大家補充 蔡英文在2012年的時候 2011年那一次選總統 他曾經上過吳念珍的節目 接受他專訪 當時吳念珍節目就問了 網友很關心的一個議題說 這幾年看你當了民進黨主席之後 都穿著這個褲裝 套裝 沒有看你在穿裙裝 蔡英文當時就跟吳念珍講 他有一天如果當上三軍統帥 當了總統 他一定會穿著裙子 去指揮三軍 然後去看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看這個畫面 就是當時的訪問 對 然後當時吳念珍還說好 然後他們就相約這個 漢光演習間 然後蔡英文還說 還跟吳念珍講 你記得帶相機來 為什麼他會對這個 裙裝的事情念之在之 為什麼 我這個就不得不佩服 100分部長的用心 念之在之 其實蔡英文很介意一個人 講過這樣的話 誰 獨派大佬 孤寬明 穿裙子 穿裙裝的人 有什麼資格 憑什麼做三軍統帥 會做得好嗎 多年前 他是第一時間講的是呂秀蓮 對 但是後來 他有批評蔡英文 後來蔡英文當著 這個孤寬明的命也講過 而且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 還把這個 他跟孤寬明的這個 在對話的時候又講出來 至少在這兩 我記得是今年初 還去年底的時候 蔡英文也有講 他說後來孤寬明告訴他 他以前罵他 批評他說 穿裙子的人 憑什麼會做得好 三軍統帥當總統 那是因為說害怕他 這個擔心他 覺得要保護他 免得他一個在這個電視上 或者這個報紙媒體 被這個媒體拼命的罵 然後那時候蔡英文不是講 台灣最不受歡迎的人 就是政治人物 那孤寬明這個台獨大 跟他這樣講這一番話 他相信他爸爸 如果還在這個世界上的話 也會很不忍心說 他這樣一個寶貝女兒 這樣一直拼命被媒體 被電視 被保持修理 蔡英文統你2011年的承諾 什麼時候要實現 你什麼時候要穿裙子 去視察國軍 所以你看到 其實你不得不佩服百分 我就直接像你 用這個歷程 百分他很有心機 細到你看 記得顧寬明講過的這個 記得總統其實念字在字 耿耿於懷這些話 還曾經不斷的去解釋 也幫自己和顧寬明 做一個合理的 所以就找了一張照片出來 對 找了一張照片 你看用心 所以我說用心良苦 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 所以這個時候 當他的三軍統帥這個老闆 碰到了這樣的一個坐車危機 有可能遇襲 有可能在國外 一點小經典收到盡頭 你現在百分是你表現的時候 看看你有沒有辦法再討 好 差英文的歡欣 因為一張照片不夠 弄一台雲爆 保證總統愛死你 可是等一下我們就要來談談 這退休將領現在被步步進逼 以後到大陸去都要被管 等一下回來我們告訴你 蔡政府對軍人 對公職人員 真的是越管越大 越砍越多 所以馮氏寬 不要太拍馬力拍太多 你拍再多 以後你也是退將 你一樣15年把你綁在台灣哪 都去不了 對 因為砍年金砍福利之外 現在說到大陸去還要被限制 而且一限制限制15年 到底怎麼回事 明玉 我覺得這個行政院提案的起源 是大家還記得去年有個新聞 就是退將登陸 然後去參加這個紀念孫中山的活動 然後後來不是有些退將被拍到 就是在台下聽習近平的講話嗎 這新聞一回來 整個包括綠營的人士 是整個炸翻了 他們就開始做文章說 你看看他怎麼可以這樣退將 去跟這個對岸合流 反正就是瘋狂的這個批評 所以之前是先包括民進黨的 這些立委先提案 就是說這個有退將條款 現在這個行政院就加碼跟進 就跟進就提出了這個 所謂的要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就是總結來講 因為他條例大家露露的 我覺得大家也不自很清楚 我的總結幫大家做了三個點 他以後就是規定的這些人 就是有三種人 第一種就是以後就是主管 之前就是主管國防外交 大陸國安機關的這些政務副首長 還有包括中將以上 第三種是情報機關的首長 這些人就看你職位的大小 就短則是管制三年 這些人退下來之後 也是短則是管制三年 然後長達是長達到15年 就是15年當中 你就必須 你要去附路去參加一些活動 就是說這些是要被管制的 包括什麼大陸領導人主持的 有關政治性的活動或慶典 這些是不行的 另外還有什麼一些 包括跟什麼大陸政權 跟齊輝哥什麼行李 這些都是不行的 總而言之 還有就是我覺得 他規定的嚴格的有良點 因為以前不是說三年 這些退降 你三年之後 你可以就是按照這個期程 可以縮短或增減 但是現在只能增加 就是三年你就必須要 以後就是要增加 你可以被管制四年 五年 六年 就按照你的這個機敏 涉獵國安程度的機敏程度 就是把你管制的年限加長 另外我剛剛講的是說 就是說如果你是什麼國安機關 這種政務首長 中將以上的 你除了被管制15年之外 15年期限到了 你要去的話以後是終身報備 就是終身報備 以後包括什麼馬英九 陳水扁 呂秀蓮 吳敦義這些人 你要附大陸 或是什麼港澳這些地區 你以後都是要終身報備 這個是非常非常 把這些人當政治犯了嗎 就非常嚴格的一個管制 好 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要分兩個層次來討論 第一個就是說 他今天規定這個 他扣的是什麼帽子 他扣的是國家安全的大帽子 他說因為你這些人 就曾經跟國家機密 有非常連結的關係 如果你到對岸的話 你可能會有 國家機密會有洩漏的疑慮 所以你會嚴重影響到國家安全 問題是說 我覺得他今天這個法定出來 他的這個字眼太過模糊 所謂包括你國家機密的定義為何 或是你國家安全的定義為何 如果說你這個 應該是要說 你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應該要正面表列 或是負面表列 就是你要白紙黑字要寫清楚 他現在就是感覺就是用 這個國家機密 這種模糊的空間扣一個帽子 就是說你有涉及這個國家機密 安全機密程度的人員 你就不能去 問題是說 他你沒有一個正面的一個表列 或是說你有一個詳細的表述的話 今天我看你不高興 譬如黃子澤去 我就會說 你就是有涉獵機密程度 你參加的那個是有大陸領導人 的那個信念什麼什麼的 我就扣你的大帽子 我就把你就直接 而且他是用這個退休縫 去勒緊這些退漲的喉嚨 對 不然就要全部給拿掉 對 他就說如果你直接去 我就直接把你退休縫 整個全部拿掉 對 我覺得要檢討是說 第一個他的法令的字眼太過模糊 這什麼國家機密這個東西 你要去把他這個涉獵清楚 而不是說 透一個國家機密的帽子 然後就人家一去 然後你看他不睡眼 就把他的這個退休縫拿走 我覺得這是被人詬病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說 我剛剛講了 就是國家機密 涉獵的人員太廣泛了 你剛剛只是泛泛講這些人 說實在如果你今天 甚至用國家安全 為你的前提之下 我說難聽一點 包括外交委員 駐外人員 甚至黃子澤 黃子澤他也是國會助理 對不對 他如果他的老闆 如果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或是內政委員會的 他都會有涉及到 國家機密安全的問題 他一定也看過很多國安 機密遺寸 對 是不是這個 像子澤這樣子的國會助理 也要被管制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是被管制的人 會覺得不公平的地方 我就是說他這個法令 確實是太過模糊了 我第三個要講是說 其實你不覺得說 現在這個蔡政府 一個很矛盾的地方 他就是對這些退降人員 就是給你一手蘿蔔 一手棒子 他給你蘿蔔的地方 你看他現在砍這個年金問題 他敢砍誰 他砍軍 他敢公教 公教人員先開刀 他軍 他就遲遲不趕 對不對 這給他蘿蔔的地方 還有一個蘿蔔的地方是什麼 像今天不是有講說 那個子女的教育補助費 本來就是公教人員 退銷公教人員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 那個上校以下的也要被砍 對不對 上校以下的不用砍 教育補助 對 後來蔡政府會就出來 就講說不行 他就馬上又喊咖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他對軍人這塊 他是先給你蘿蔔的 就是你看 而且我覺得其實那時候 林萬一還有信誓旦旦講說 軍公教 軍公教 所以我軍人年金也是要砍 結果軍人到現在都 一個方案都還沒有提出來 都不敢動 對 你看一手棒子 他今天就是規範你退降的 附入的一個限制 所以他擺明就是兩手策略 就是一手蘿蔔 一手 又擔心引起軍人反彈 然後又怕他反彈 然後一手又給你這個 把你勒緊你的喉嚨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兩手策略 是非常厲害 我最後要講是說 這個退降 我剛剛講了一大堆 其實影響最大是誰 影響最大是國民黨 你要想想看 他這個負責國防外交 大陸國安的政務首長 影響最大就是馬英九跟吳敦義 可是你要想想看 因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就是 這個條文是限制 他們是15年不能去之外 而且他們以後是要終身 都是要終身報備的 對 吳敦義他上任了 他在選這個黨主席的時候 他思思念什麼 他想要跟習近平 來一個國共會談 所以民進黨今天做這件事情 會把你國民黨跟兩岸聯繫的路 全部斷光光 是 沒有錯 是這個意思 他的算盤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個影響最大 其實就是吳敦義對不對 馬上進打主席 對 如燙麻接人打主席 而且他最大的心願 應該就是想要跟習近平 來做個國共論壇 結果你看吳敦義 他今天講的是什麼 他今天面對媒體的回應 他就說 這是會限制人民的自由行動 所以我覺得不適宜 然後後來還有講說 我們會依程序辦理 我覺得你今天是一個 好歹算是一個35席的 這個國民黨一個在野黨 今天民進黨都要掐住你的喉嚨 讓你不能去 以後斷了你這個兩岸交流 他把你掐死了 國民黨你現在沒有兩岸 你剩什麼 你沒 對 事實上他的兩岸論述 我覺得國內的民眾 還是九二共識 像現在這個兩岸 這個是一個冷和的狀態 我覺得還是非常多的民眾 是希望兩岸 不要再處於這種冰凍狀態 是希望能夠兩岸 可以繼續交流的 我們現在唯一的交流 你要看柯文哲 柯文哲又不是你來贏的人 對不對 你現在如果說 他未來掐住你的喉嚨 你都沒有辦法 負兩岸交流的話 你身為一個黨主席 你態度這麼的軟弱 你沒有辦法帶頭出來抗議 你要在下面的人 怎樣幫你劃修 所以我會覺得說吳敦義 我們本來對他寄予厚望 結果你現在看他從前瞻 然後一直到現在這個退帳條款 我覺得如果他態度這麼軟弱的話 我覺得真的會 只會被人民 就是我覺得會越跨 說難聽一點 真的又會跨隨小而已 對 所以其實對民進黨來說 民進黨當然有他的算盤 今天國民黨唯一能夠 可能重奪政權的棋子 或說國民黨的武器 就是兩岸 因為我們民進黨兩岸搞不好 所以民進黨 趁我還有氣的時候 我掐住你的脖子 把你給掐死 讓你的兩岸走不出去 讓國民黨的這些大頭 沒有辦法到對岸去 跟大陸的高層交流 這樣子反正兩岸 我跟國民黨就一樣爛了 不是嗎 結果今天這樣的訊息 出來的時候 永明姐 身為國民黨的黨主席 或說準黨主席 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應該 更採定自己的立場 不能讓這種莫名其妙 要掐死國民黨的條款過關 吳敦彥從政時間很長 他在政團裡面 比較有名的一種個性 就是比較 以前大家會覺得 正面一點來講 就比較孤方自賞 就是說他稍微有點潔癖 我覺得為何他在對於 這一次的這個條 就是說這個法律 他的反應 好像大家覺得強度不夠 那是因為有涉及到他本人 我覺得以吳敦彥的個性跟口才 如果這件事情是不涉及他的話 他會議政辭言的 會表示非常明確 嚴正 強烈的立場 可是吳敦彥這個人 就是他有一點會覺得說 這個就牽涉到我 他就是那個被管制的人 他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要去避個弦 我猜想他第一時間的反應 是出於這種心態 但是即使說 我可能可以了解 他有這樣子的一種 慣性 習慣或想法 但是我仍然認同 剛才主持人跟明玉 在談的一個觀點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問題 不是你國民黨的問題而已 不是那幾個退降的問題 不是哪幾個當事人的問題而已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國家 甚至我們也可以 國民黨也可以反過來講 這也是國安問題 因為你民進黨 把兩岸關係搞壞 你現在還要斷了 兩岸很可能交流溝通的路 因為現在兩岸最危險的 是什麼樣的情況最危險 對於我們現在中華民國 在台灣最大的不安全的 安全隱患是什麼 就是兩岸在互相不通 然後彼此誤解 然後莫名其妙擦槍走火的時候 突然之間意外的引發了 什麼樣的衝突糾紛 譬如說像上次那個熊三飛彈 對不對 你一個什麼兵 隨便按了一個鈕 本來一死也沒有要往福建打去的 結果你突然造成這樣狀況 大烏龍了 對 又大烏龍 然後你如果又沒有溝通 大家又不往來 然後又搞不清楚底細 是不是一個錯誤 馬上會引爆不可收拾的後果 今天不管是退休的將領也罷 或者是有很多政府公務人員 現在這個案子 這個民進黨要通過的法案 他不是只管制軍方人士 他要管制的很多 在政府服務的人員 可是你這種不當的 一下子過分的管制 他現在管制是台灣的 退休的離了職務的 不能去大陸以外 他也不讓大陸的官員來 最近不是有講說 巴拿馬斷交之後 民進黨的高層不就說 我們可以不要讓他們來 如何如何的嗎 你現在台灣的也不給去 大陸的又不給來 兩岸你要靠誰溝通 靠搞不清楚 國家大勢的民間人士嗎 對不對 不要講柯文哲 他還不能算是純民間人士 我說難道真的要靠那種商人嗎 提著一個皮包 幾萬塊錢跑去投資的 或者跑去那邊工作 真的要靠這些人來維繫嗎 這些人會知道什麼 擦槍走火的問題 會知道當時我講的 熊山飛彈那個試射 是一個烏龍嗎 所以像這些問題 我覺得作為跟民進黨 在處理大陸不同調的 要提供國民 另一個選擇的藍營國民黨 一定要站在非常堅定的立場 而且這個堅定的立場 就是說我們的主張 也是國家安全 只有國民黨的這樣的一個 兩岸繼續的交流 彼此的相互認識 絕對沒有誤判的情況 才是保障今天 在台灣居住的每一個人 人身安全最好的道路 而且事實上 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這個話題裡面自遮 像你可能就會因此受到影響 以後你都要事先報備 因為你必須接受事先聲償 沒有 他是地下的這個行政 他沒有去穿梭兩岸好了 他不是公務人員 你是放音樂的 DJ DJ 月姐 我說真的 你剛剛講那個管制 這個我一定要講 這個裡面有一個 非常荒謬的事情 你知道嗎 他的管制時間 他針對譬如說情報機關的首長 中將以上 還有什麼 這個政務副首長以上人員 管制時間是幾年你知道嗎 15年 這些人都已經是行政首長的 你想想看 如果他65歲退休 管制15年是幾歲 就把你管到死的意思 他90歲 大概就是把你管到死 或管到你不能動的為止 有 他只有沒管到郝伯村 因為他已經90幾歲了 郝伯村 他已經99了 對 因為這個條例還沒有 修正案還沒有過 我說過了以後 這個真的很荒謬 坦白講 你說為了國家安全 有一些機敏 你牽涉到機敏業務的首長 或一些人員 要有一定的管制 我同意 我也覺得應該的 可是裡面很多條文是不合理的 包含我剛剛講了 你說什麼管制15年 沒有 他沒有不合理 因為我剛剛講了 他就是把你管到死 或管到你躺在病床上 還沒死 也只剩半條命 沒錯 我知道 你的論點就是玉石俱焚 就是說民進黨搞不好兩岸政策 我也不要讓你國民黨得分 這個叫人類條款 對 所以這個真的是荒謬無比 然後其中還有一個什麼荒謬 我先查了 你還要活得跟郝伯村 郝伯伯一樣 一樣健康 而且腦筋也要一樣的 郝伯伯進去 要報備 他以後要走身 他現在不用 他現在要 就是這個條文過了之後 他以後才叫 關注的太高 而且大家記得嗎 我們年金改革是什麼 這個延退對不對 多腳 少嶺延退 我已經延後退了 然後又管制15年 我說真的 這些人都七老八十 說真的 是還能幹嘛 對 想要去也很難去了 所以民進黨 這就是你所謂的 要管制這些什麼退降 什麼官員去大陸的用意嗎 這笑死人了 你乾脆真的下令說 只要做過什麼層級以上的官員 退休之後到你死之前 一律不准去 對 乾脆這樣 不如這樣做算了 有種你就這樣幹 你共產國家 這真的可以大法官釋憲 當然 共產國家 人生自由 這是危險 不是 這樣以後 就沒有人要當兵了 當兵就代表說 以後你當了這個軍職 你做越高 你就不能去大陸 我覺得當兵之前 你要可能要先想清楚 你這輩子當了兵 然後你想要升官 你就這輩子 就不要去大陸 就永遠跟大陸無聊 沒錯 如果他在那邊 如果有親人 有家屬怎麼辦 對不對 等於是完全隔絕了 裡面這個什麼內容 我坦白說 這一次還多了一個什麼 過去都是形式上的限制 比如說我管制你多久時間 然後你什麼職務 現在是連你過去 你參加什麼活動 我都要實質的給你限制 比如說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你參與什麼黨務軍事 或政治性機關所辦的活動 或者是大陸地區領導人 主持慶典的活動 你也不能參加 我就是要管制你 那問題是什麼 什麼叫做政治性的機關 我說真的 你知道現在大陸是一當領政 你哪一個機關 你哪一個單位 是沒有政治性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加了這個裡面 就代表你什麼活動 都不能參加了對不對 我想我們在座可能很多 也有一些人滿常去大陸 參加一些活動等等 你說完全沒有政治性的色彩 那幾乎是零 尤其是對岸邀訪的活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而且就算是可以去的活動 你連講什麼話也都要精準 沒錯 你等於是有事先審查 要事先報備 對 那你不是限制了 這個言論自由嗎 所以剛剛永平姐說 你這個是不是有違憲之語 再來我最後講就是說 現在小英起來之後 因為他不承認兩岸共識 所以兩岸關係激動 甚至是倒退 就是說民進黨現在的策略 就是說什麼 我沒有本事把兩岸關係搞好 但是怎麼樣 但是國民黨你也沒加分 就是剛才誘正那個論點 就是說什麼 大家來御食俱焚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什麼 坦白講軍公教的年金 已經被民進黨政府 改革了一塌糊塗了 現在再繼續針對退降 再來一刀 我剛剛也不是講了 這次對軍公教 他要再次全面開戰嗎 一戰接著一戰 沒完沒了 對啊 所以你說 蔡英文怎麼可能未來 未來任何活動 不會聚集更多更多的抗議人潮 蔡英文真的已經轉成橋 蔡英文覺得現在抗議的人潮 還不夠多 還不夠多 對 所以還要加碼 還要加碼 那就恭喜他 對啊 不然他以後 如果做雲報假設出來 不就白做了嗎 好 我們現在講到 這個蔡英文七七事變從 沒錯 我剛剛指責提到的 從年金改革到前瞻計畫 到了現在的是 退休降臨的管制 我跟你講一連串 你只會把火越燒越旺而已 可是在前瞻計畫這個部分 現在不只燒到民進黨 讓蔡英文提起事變 現在這個火燒進國民黨 而且其實這個火燒起來的程度 沒有比燒民進黨還要輕微 因為大家都覺得 國民黨應該要保障我們的荷包 你怎麼會讓前瞻 還給民進黨過一半 而不是我們手下一半 而是你怎麼還讓人家過一半 這樣子的論點在這幾天 大家一直到處都在發酵 討論焦點在哪裡 在落日條款 落日條款到底有沒有 這落日條款是四年還是八年 攸關國民黨到底有沒有 被民進黨給騙走 來 靖平 其實今天這一次這個結果 國民黨現在還是有一些人 會覺得很不服氣 明明錯的是民進黨 他們送的這個是前瞻 為什麼最後的罵聲 都是罵到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我自己也是國民黨的黨員 也是國民黨的議員 我會覺得他們還是搞不清楚 就說民眾和媒體 和社會的觀感 今天對國民黨一個在野黨 寄予厚望的到底是在哪裡 不是說因為 因為國民黨的黨團的立委 35席立委 我是覺得他們是 的確他們想拚 但是又說形勢比人強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 不能因為人數比人家少 說民進黨在國會 有絕對的這個優勢 我也不是說你們一定要 怎麼打架 然後頭破血 然後棍棒齊飛 桌椅亂噴亂飛之類 但是因為你要連這個動作都要做 而且在這個朝野協商的時候 因為現在不是扯出來 國民黨黨團裡面有鷹派 還是有鴿派 那到底是誰主戰 就傳出了各種這樣的陰謀論 結果在你看朝野協商的時候 裡面甚至有這樣的一個 被人家譏諷為是共牌支票的 裡面既然這個落日條款也沒訂 民進黨當然就拿這個說 當然是四年起滿 我再繼續編四年 所以才會傳出我們之前講到的 這幾天一直在講說什麼 好像九二共識的這種一個 一個結果拿來各自表述一樣 國民黨講國民黨的 民進黨講民進黨的各取所需 然後還被人家這樣奚落 還被人家這樣子 我覺得我那天聽到 邱明玉講的一句話 老柯贏罵說贏罵 這真的是很傳神 被人家拿來這樣子講 然後我們覺得還 然後還覺得自己很委屈 然後民進黨還沾沾自喜 今天的結果就是這樣 有些人講說 這兩天我看到一個報導說 這個內幕是說 上一次就是老柯把以前 當時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在通過ECFA的狀況 然後為了避免再打一架 然後ECFA的這個模式 哪來套用在這一次前瞻 要國民黨團組 你們到底想不想這個 要怎麼樣這個 大家彼此找雙方的下台階 所以才最後在這個黨團協商 所以今天後來又有聲音說 你如果不去檢討 這樣一個協商的制度的話 你永遠國會就會出現 這樣一個名義落差 極大的這樣一個結果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國民黨 還是有很部分人覺得很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是地方建設的問題 沒錯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好好審 等到民意反彈了之後 媒體反彈的時候 罵聲不斷的時候 你才在講說 我們會嚴審他後來送來的預算 我們也好好審他的預算 沒有人相信你們的 我這兩天看到 很多的國民黨立委 還有民意代表 在這個甚至一些黨代表 在LINE裡面傳在群組 我其實滿難過的 傳前瞻國民黨做了什麼 前瞻還沒結束 我覺得這種事 已經被罵成這樣的 然後互相 我用口水塗我自己的臉 然後你也用口水塗你自己 後來彼此我們在互相相濡以沫 在互相塗自己的臉 塗對方 好噁心 就那種 就這種互相相濡以沫 然後互相取暖 你在幹嘛 你乾脆就 你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你就把結果拿出來 你就把那個立抗的結果 哪怕站到最後一兵一竹 就是我們現在這兩天 今天的報紙 和昨天的報紙 媒體都有提到的 你哪怕站到最後 表決35席 35票都敵不過他 這六七十七八十票這樣子 都敵不過他 大家至少看到結果 你連表決都不敢 最後變成淪為大家質疑說 你國民兩黨 然後國民黨就要配合他 國民黨團的立委 再配合他或稀米 然後配合他幫他背書 也難怪人家會質疑你 你這還有什麼 我覺得這要自我檢討 我覺得做一個政治人物 做一個名義代表公眾人物 或是做一個政黨 在野黨 執政黨 本來政策立場就是互相 這個競爭 互相反對的 你本來就是要自我檢討 因為執政黨 民進黨今天他做到他執政黨 該做的角色 他贏了 人家的義式攻防 人家的協商 人家的技巧 人家的這樣一個禮應外合 做到這樣一個 我沒話講 你國民黨為什麼要去做 這樣一個配合人家 我還是講國民黨黨團的 三十五席立委 你不能因為你人數少 你席次不夠 然後說敵不過對方 當然我們看到打成一片 血流成河 這都不是藉口 你的動作是在你的議場上 你做了什麼這個作為 你想想看今天主客一位 民進黨團只有三十五席 過去國民進黨也有 三十幾 三四十幾的時候 人家是怎麼焦土抗爭 人家是怎麼把這個大門給鎖起來 不讓你立法院長 王金明進來開會以前的時候 人家是怎麼把這個立法院 運勢全部都封起來 人家是怎麼如何在一場 埋鍋造反 就是要對付你這個龐然的大軍 好 國民黨你就算 立委我們都很斯文 都是學者 部分居立委都形象牌 居立委也是 或者是因為有些中南部立委 可能因為地方介紹的關係 怕被人家打怒說 明年要選舉的怎麼樣 這都不是理由 因為我覺得沒有貫徹國民黨 尤其是如果照媒體所說的 吳敦義 新任的黨主席 他是希望能夠主戰 一定要全部幫民眾 在外界認為說 就要三與一來風滿頭 這種擋下來的情況下 我覺得國民黨團 從這個總召到書記長 副書記長這些全部都失職 對 當然是全部都失職 然後今天我們這個落日條款 但回來還是要討論一下 因為落日條款其實 感覺會像國民黨 真的被擺了一道 今天呂秋遠這個律師 告訴你說完蛋了 沒有落日條款 什麼意思 我只要每四年 我就可以編一次4200億 只要不要超過4200億就好 我每一個會期 我每四年我就編一次 我就編一次 編一次 因為你沒有告訴我 能編多久 或是只能編多久不是嗎 這個時候 許國勇忙挑出來說 你不要亂講 有落日條款 嚴格來說就是8年 聽到沒有 國民黨 不是四年 民進黨的行政院發言人說 嚴格來說 六日條款就是8年 你被人家耍得團團轉 你還好意思出來 到處跟人家討拍嗎 休息一下 好 馬上我們繼續來討論 就是這個錢瞻 國民黨是不是真的 被擺了一道了 因為一直在喊說 我們是在幫大家省錢 是4年 4年 可是徐國勇都講8年了 所以換句話說 國民黨真的是很傻 已經被呼嚨了 都還不知道 還在辯解 就好傻好天真 就是幫民進黨解套 民進黨本來先入一個 左右為難的態勢 想不想過 想 都綁好了 8年 8800億 可是他也知道民調非常低 絕大多數是反對 這樣草率的編列 而且把舉債上線搞到滿 國家有為難 重大的見識或像8%風災 或9月低症 那樣為難 連救災的錢都沒有 這個對蔡英文政府是重挫 在左右為難之際 就派出老柯跟國民黨來談 你們國民黨跟我們合 投降輸一半 那就投降輸一半 就變成全盤接觸的道理 為什麼會輸 我一直講領袖要有方向感 政治任務要有高度 要有中心思想才有行動綱領 你沒有思想 就沒有行動綱領 就造成這樣的結果 國民黨的結構有天大的問題 好不容易選出一個平民主席 國民黨裡面的世襲跟貴族太多了 這些都是靠了父親的 父母的父姻 然後母姻 而繼續擔任重要的公職 這是一個大官員已經破落了 已經是沒落的貴族 還保有貴族的交氣 以及壞的習性 然後不再奮鬥 向上 然後扭轉形勢 再重回2018 2020 你們的協同有問題 這個政黨 都是貴族 都是有關係的 然後平民是出不了頭的 這個結構不扭轉 所以吳敦義上台的課題是 再不找一些很棒的 那栽培沒有 特別是沒有被子的年輕人 來接棒的話 這個黨是沒有新生的力量 你今天已經當選了立委 或當選了誰 你的父母很厲害 你也接受民意的考驗 我們也不生就 新的不要再找 拜託 新的人不要再找有關係的人 這個黨會死的好不好 你就是看到這樣的結果 再回到被批評兩個太陽 這樣黨分裂有什麼好 一個主戰 吳 一個組合 朱 朱利潤的領袖 他是一個國民黨重要的資產 可是朱利潤也有重大的缺點 領袖要有方向感 我覺得不要為了小恩小惠的東西 而喪失了在野的對抗 杯葛的天職 國民黨不戰鬥就什麼都不是 我的看法 不戰鬥就什麼都不是 但是國民黨現在重點是 他們自認為我們戰鬥 已經戰到了一兵一組 而且大家不要擔心 我們還有下一場戰鬥 我們會持續努力 可是我們還期待國民黨 下一場戰鬥 能帶給我們什麼 翻盤 扭轉局勢的奇蹟嗎 來 姿姿 好 你問了一個很艱困的問題 我幫你回答 沒有 你又搶我的哏 不是 他民進黨的 他是民進黨 這個佑正你還記得嗎 這個在前瞻過著前一天 就已經有國民黨的立委出來講說 如果前瞻 前瞻金屬建設條例要過的話 要怎麼樣 Over my dead body 對 然後結果是怎麼樣 這個body我是不曉得有沒有 但是國民黨已經快dead 國民黨真的現在已經是 dead body 他給了民進黨一個 就是當時你調子拉得這麼高 可是你最後通過了這樣 譬如說4200億分兩期 的確會讓人民失望 當然這裡面問題很多 但第一個 我覺得國民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撕算 所以我發覺 不知道是我們立委裡面 數學系的太少 可能那個算盤打得不夠精 譬如說 譬如說本來是8800多億 現在4200億分兩期 換言之總體加起來 就是8400億 國民黨只刪了多少億 400多億 好 那400多億佔8800 將近8900億幾% 只有4.5% 這就是國民黨要的嗎 什麼叫4.5% 當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有這麼多人反對 而且裡面有六成的人反對 輕軌的建設 60%的人反對 結果你只刪了4.5%的預算 國民黨怎麼算 這個怎麼算得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數 恐怕是有點問題的 再來請問 如果國民黨一直認為說 輕軌可能會最後變成蚊子館 最後可能會變成再留子孫 好 那輕軌的話 它變成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是非題 而不是選擇題 就不是你說你要刪多少 或者說我把它減半 這樣子讓它過的問題 因為它是是非題 所以坦白講 如果我是黨團 我會要求把這個輕軌建設 通通拿掉 其他項目可以商量 當然最後國民黨也加了一些 什麼掃紙化 食安 這個都是對的 可是問題你最重要的是非題 你輸掉了 結果你拿到一些 拿到一些小東西 我覺得這什麼 得不償失 再來 坦白講 雖然我是語重心長 國民黨也不夠用功 我必須要說 我雖然不喜歡黃國昌 可是抄襲的問題 就是說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 那個內容 效益評估 抄襲前朝的政府 是黃國昌提出來 你必須要承認 不是國民黨發現 對 不是國民黨發現 不是因為想給他過 想要談 所以沒有放到黃國昌那個東西 而跟他對抗 你們聽懂 這個是這個邏輯問題 這是一個 對 好 再來 現在外界說了 落日條款 我們也會發現 今天我把三份 過去三屆政府通過的特別條例 尤其是關於基礎建設 或擴大公共建設條例 都帶來了 這三份最大差異之一 就是今天有一些公民團體 提出來的 就是怎麼樣 落日條款沒有 我跟大家唸一下 什麼叫落日條款 對 前面兩份的這個特別預算 這個特別條例 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 最後一條規定什麼 本條例自公布施行起 至中華民國101年12月30日 止 這個叫落日條款 就是我把這個什麼 這個條文內容 到某一個時間點就要停止了 好 請問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最後一條是什麼 15條 本條例自公布 本條例自公布日期施行 他只有施行 而沒有什麼 而沒有截止 這個就產生了問題了 不是 落日又日出 對 所以因為它裡面的第七條 裡面的第七條規定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四年為期 不超過4200億 期滿之後後續的預算 即騎乘經立法院同意之後 還可以再編 換言之你沒有規定落日 你又可以 你又同意他 期滿之後可以再編列 所以就被外界批評就說 這個無限期 等於是這個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可能100年 200年都沒有截止 所以這當然是一個立法的漏洞 而且在這裡我要再報一個料 這個也是這一次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都沒有發現的問題 為什麼 事實上在前兩次的 擴大公共建設的特別條例 不管是扁政府跟馬政府 都有 不僅有落日條款 還有一個什麼條款 叫做防散財條款 就是說防散財條款 是怎麼規定的 他在規定裡面 譬如說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的 這個計畫裡面 規定完哪些項目以後 他一定會有一條什麼 政府所辦實質公共建設的 投資計畫 其中金長門的支出 不得超過資本門的二分之一 這個在兩次 前面兩次 扁政府跟馬政府裡面的 這個擴大公共建設的 這個所謂的特別條例 都有規定 為什麼 他怕你這個拿到特別預算以後 拿來亂花錢 什麼叫金長門 譬如說買水是金長門 放煙火 對 放煙火是金長門 電費是金長門 交通費是金長門 這一些都沒有辦法幫國家的建設 留下東西的 金長門是什麼 資本門是什麼 資本門譬如說 譬如說如果你現在要蓋這個軌道 就固定資產 對 就固定資產 看得到的大型的公共建設 這個都是資本門 過去都規定了 你的金長門 不得超過資本門的二分之一 結果竟然我們這一次的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裡面沒有 換言之 如果8400億 你通通拿來做金長門的支出 Fine 沒有違法 所以這就是我們立法品質 所以我說真的 我真的滿痛心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 我雖然不是立法委員 可是我也是國會助理之一 可是的確在這樣草率的 立法內容裡面 我們看到有很多草率的地方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還沒解決 後續不管是在野或執政黨 都不需要同時來面對的 我補充一下 信誓旦旦的黨團說 跟人民在一起 有吧 有跟人民在一起嗎 民調出來前瞻見識 而且是朱立倫跟黨團 幫你背書跟人家和解投降 輸一半的結果 對於反對前瞻是最不利的民調 做出來43%是反對的 26%贊成 43%反對什麼意思 國民黨全台灣的民調 現在沒有超過25% 表示淺綠都反對 前瞻 連綠的都反對 國民黨支持他跟他合在一起 連綠的都反對 還那麼多 你有跟人民在一起嗎 民調就是客觀的數字 第二 他說 男友阿Q的精神說 條例過了 沒關係 預算我們會把關 什麼騙子 課綱過了 老師不這樣教嗎 條例過了 預算守得住 你相信你守住過哪一條 不是 你今天已經犯錯了 我就誠心道歉 不能一錯再錯黨團 你就說我們錯了 我們不敢打 我們沒有用 我們做錯了 我們辜負期望 我們黨團痛定是痛 再怎麼樣 道歉以後絕不再犯 至少知錯能改 散莫大焉 而不是一直在援謊 掩飾 然後漁民 這個態度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好 在這個前瞻計畫當中 我們接下來衍生出來的 就會是國民黨裡頭的七七事變 我剛剛說了 前瞻不只燒民進黨 不只燒蔡英文 在國民黨裡頭也有七七事變 而且燒到的會是兩個人 這兩個人是陷在國民黨裡面 據說兩顆太陽 一顆叫做朱立倫 一顆叫做吳敦毅 好 我們看到了朱立倫 在昨天晚上大動作的 驗請了黨籍的所有立委 包含了縣司首長等等 有人說是不是在檢討前瞻 還是在慶祝前瞻 為什麼 永明姐 因為據說在前瞻的觀念思想上 戰略主軸上 吳敦毅是主戰的 說前瞻又有過 但朱立倫是組合的 覺得說能過就過 不能過 能擋就擋 不能擋也沒關係 所以大部分的揣測是說 今天國民黨會願意配合民進黨 因為後頭有一個組合的朱立倫 首先我先說 就整個現在國內政治態勢來講 國民黨在這次前瞻 進去協商 然後協商這個結果出來 他是不是犯了一個 戰術戰略很嚴重的錯誤 我認為是的 可是即使在認為是的前提下 我也要說明一下 其實作為立法院民意代表 尤其是現在是單一選區 單一選區表示那個地區 只有一席的立法委員的時候 其實要這個立委 去完全阻擋經費 這其實是真的很困難 因為任何地方 他都會有經費的需求 你只要在任何的一個 有經費需求的地方 你阻擋了那個經費 你下次在選舉的時候 你就被了對手陣營 不只是敵對陣營 你的黨內初選的時候 就會一直攻擊 說你又不重視地方建設 你如何如何 所以我現在講的意思 我剛才已經說了 我認為國民黨 犯了重大戰略錯誤 可是我要說明的是 為何有立委 會這樣子來思考事情 因為這個確實跟 它是一個預算 是一個錢有關的案子 有關 通常一個錢有關的案子 它是一個大包裹 其實這次的這個特別預算 最為人詬病的 就是它是一個大包裹 它裡面有值得支持的部分 可是也有不值得支持的部分 所以國民黨如果你真的 願意透過協商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8900億的話 他當初應該無論如何 要堅持的是 4214億的軌道預算 輕軌這些要全部排除 其實你在8900億 你先排除了4214億說 不在這次條例處理的範圍之內 其實其他的問題 不管你叫做4年或是8年 逐項的實質審查 我認為爭議不會這麼大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他們當初犯了錯誤 有些人會說那不行 有些軌道是值得做的 譬如說大台北地區的 什麼萬大現在值得做 有些是不值得做的 譬如說有些地方 連可行性評估都沒有做的輕軌 沒關係 因為軌道交通 本來就有正規預算可以支持 你全部把它拿掉 對於你後續的交通建設 一點影響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這次 剛才大家已經評論很多了 法條也沒看清楚 內容也沒看清楚 什麼也沒看清楚 我覺得連最基本的策略 都沒有拿準 我認為他不是不可以去協商 可是他協商能同意 唯一的條件就是 4214億的軌道交通的 整個要拿掉 拿掉了以後大家就想 你對綠能很爭議嗎 你認為水環境很爭議嗎 台灣現在淹水淹到這個程度 大家都覺得這些事情可以談 這第一個 第二個談到朱立倫的問題 朱立倫他作為現任的首長 他當然很難叫他 站在一個立場說 到我手上的錢不要 我要把他推出去 這個對現在的首長來講 強人所難 所以朱立倫當然 大家如果真的去問他的意見 他一定會覺得說 有錢對我們總是一個好事 可是如果這樣就要去解釋說 他是背後組合的最大的力量 除非有百分之百的證據 就是有在他們某個參會 有人提供一個錄音帶說 就是朱立倫的引發 不然我自己認為 多半還是國民黨內部 在討論的時候 在某一個狀況 我也很不願意這樣講 可是可能是被柯建民騙了 柯建民當時就舉出這樣 各樣的例子 然後覺得說你看 我們已經退讓了 我們已經退讓了一半了 你們各取所需如何如何 可是事實上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現任的立委 真的不要覺得自己是少數 不要有那種太少數的 小媳婦心態 你就是少數也是要有一點骨氣 越少數的時候 也許你架不能打 國民黨真的比較斯文 打架也是輸 對不對 最後送醫院的都國民黨的 但是你至少可以比專業 對不對 你至少可以在一塊一塊的主張 我再講一遍 這種錢的事情要全部阻止 確實有難度 可是你至少要做 最符合民眾期待 跟最符合整體利益的一個切割 再講 我認為他們還算錯了一個事情 我們退一萬步來說 國民黨如果完全不進入協商 當然國民黨的說法是說 這樣子過的就是 八年八千九百億 沒關係 八年八千九百億 過了所有人 以後要上街的 全部找民進黨算帳 可是你現在這種狀況 要去算帳的人很麻煩 剛才明玉說 什麼前瞻的去弄蔡英文 我看關於前瞻的 有一半的人會去為蔡英文 另外一半的人會去為吳敦毅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很大的問題 我真的是覺得 這個對於國民黨團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教訓 當然各位都很悲觀 我也不敢說樂觀 可是我真的覺得 國民黨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痛定要私痛 第一個 我贊成小平議員的建議 我覺得國民黨黨團三長 率領黨團委員 現在出來道個歉 說確實當初在協商的時候 哪些問題一不周嚴 第二個說明預算審查的時候 他要採取什麼立場 就是所有關於軌道交通的 全部切割出來 不審 就那塊不要放在 這次的這個特別預算裡面 你既然說前瞻 你就真正編列 對於國家未來有前瞻的建設 然後實質的審查 有需要的才給他通過 我覺得這才是負責任的 反對黨的做法 其實這個永明姐的說法 也沒錯 在地民旦 或是縣市首長 你要他有錢送過來 他不要 他很難對選民交代 但如果你沒有在跟選民交代 跟看守選民核保險中間 透過嚴審法案 透過立黨法案 去做到一個平衡的話 基本上你們組合的這些人 跟民進黨是一樣的 都叫做選舉考量 組合的選舉考量 主戰的怎麼沒有堅持 吳敦毅 朱立倫各自怎麼算盤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在前瞻上 朱立倫是不是組合 剛才我們聽到永平姐的意見 不過我們來看 是不是一切都有選舉方面的考量 朱立倫最近我們看到動作很多 當然陳學勝有評論 他甚至還提到朱立倫 是不是在放眼2020 或者是甚至2024 說如果2024能選上 朱立倫的政治生命就可以延續 到底是放眼2020還2024 朱立倫的盤散是什麼 陳學勝就是朱細 對不對 很簡單 他在最辛苦的時候 讓他當文化局局長桃園 他等於是 有兩個人對他是最好的 最討厭他的叫臉讚 最喜歡他的叫馬英九跟馬戲 後來馬也沒照顧他 馬也不照顧人 就變成朱細了到桃園去了 我先把他背景講清楚 然後他的說法 如果比喻藍綠的話 他就像新潮流擁護賴清德 選總統的說法 他的說法是不是2020 2024 賴清德是2020也2024 當然只有2020 他有2024是一種緩頰的說法 我跟你講 你2024就來不及了你知道嗎 第一個 他年紀也大了一些 當然不是很大 可是也60幾歲 第二個我說朱立倫 第二個 新的六都如果選上以後 政績輝煌 你空窗期那麼久 你怎麼選2024 一個人可以等七八年 那個少女都倒白頭 而且第一個就是等太久 第二個你沒有實質的權力 所以他這一次 我一直講朱立倫是我們 非常重要的資產 也夠優秀 有一個地方非常不優秀 歷練完整 因為他也沒有吃過苦 你也看到他選總統 他的才能是不是很卓著 可基本條件還是有 那政治人物最重要的 不是你當過什麼行政院副院長 新北市長打敗蔡小全 都不是重點 我一直講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才幹是 當個領袖要有方向感 要有高度 你對事情要有謀略 對事情要有勇氣 所以千萬人無往以 幹了 拚了 這是領袖性格 朱會算來算去 好 再回到這件事上 除了心思有兩個 他內心有瓜 永平講的是有道理的 第一個 萬大縣怎麼可以不要 他是軌道 在那個4千 在4200億裡面 所以新北市還是有分道 雖然不多 還是有 第二 我侯友宜是不可以落選 我要選2020 侯友宜這個反經負明的根據地 是一定要當選的 所以他認為 因為我就回到他的想法 來推翻他的想法 他2024 他不會選2024的 他會選2020 他會跟吳敦義初選 然後他認為我要有根據地 難道你反對前瞻 你侯友宜就選不上了嗎 而是侯友宜提出願景 他變得更好 更會講話 創造新的生活 新的生命 我新北市超越台北市 就這一套東西 比一個小小的一個前瞻 小小的一個萬大縣 那重要得多 沒有萬大縣還是會有錢的 對 即使 我們也講了 即使你抗爭到底 他敢不撥嗎 就是你打得血流成河 你算還是過了對不對 依照現在的過 你還是有錢 但你現在砍一半 你的錢沒有變多 如果你拚到底 老百姓覺得很棒 藍軍選民對不對 你跟民意在一起 然後沒有過的話 侯友宜是死人嗎 羅命才是死人嗎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一席叫什麼 林德福 就去爵士抗議 就帶萬人包圍總統府 包圍什麼 是不是就跟他拚 這才像個樣子 這就是領袖要有高度 然後他本來是6月要請吃飯 講前瞻的事 後來被姓楊的網路記者破局 然後又研 研又有一點故意研到 昨天你知道嗎 剛好前瞻過 前天過 昨天請吃飯 然後下次請吳敦義 不時接待一次 你這次不請我 你下次還請我 你是吳敦義你去不去 不是 這個都很沒有概念 談這種事情你知道嗎 所以兩個太陽我看是發生的 然後要選總統 就各自去努力 你優勢年輕 吳敦的優勢 他有擋機器 大家努力提出 金釋利明 然後勇敢 然後魄力 回到這個讓人民過好日子的 蔣經國路線 大家才會做一個選擇 而不是在小鼻子 小眼睛 那算機 那是沒有用的東西 看到組合的 當然有壓力 但是如果精算過頭了 可能會有一點噁心 但主戰的 今天我們要談 主戰的 吳敦義 既然主戰 你怎麼沒有貫徹你的意志 剛剛小平議員說了 黨機器都快要在你手上了 你怎麼會沒有辦法 好好的號令這一些黨籍立委 守住我們的荷包錢 對啊 他現在 我們待會兒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談 還沒有部署好 對 據說國民黨的準主義 吳敦義對於前瞻是主戰派 而且曾經指示林德福 一定要在立院權力的擋下 怎麼沒擋下 對啊 主戰站到哪去了 說實在 我覺得國民黨 這次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就是在這裡 到目前為止 包括黨團跟黨中央 完全沒有人出來負責 就是說這一次的決策 到底是誰下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結果 前面不是說得很大聲嗎 我要舞鬥 要夜宿議場 然後什麼一定要 什麼做好抬出去的準備 結果後來大家看到的 不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4年 4200億 8年就這樣 8年8400億就這樣過了 我問題是說 現在這樣的決策 怎麼樣的轉變 沒有人出來講 沒有人願意出來講說 這決策是誰下 說實在 我對吳敦義也是有 不客氣的批評 你明明知道說 你接黨主席 最重要的這一站就是前瞻 結果洪秀柱也順了你的意 就6月就交接了 然後你就這邊扭扭捏捏 你就是不願意接 然後變成黨團 變成一個空窗 沒有主戰出來 後來你現在前瞻變成這樣的結果 吳敦義今天就出來放馬後炮 他今天放馬後炮 他講了什麼 他說不排除重審 前瞻不排除重審 我聽你在把握 三毒都已經過了 前瞻條例都已經過了 總統都已經公告了 對 都已經公告了 不排除什麼東西 當初國民黨就已經在這個 我記得協商的時候 國民黨還有時代力量 就已經主張說 這個前瞻要退回重審 柯建銘就送你三個字 不可能 你現在三毒都已經過關 下個禮拜預算 就要開始審查了 現在吳敦義在那邊放馬後炮 跟我講說不排除重審 你覺得你講這句話 有什麼意義呢 我覺得事實上人家被你最 我覺得看破手腳而已 我覺得朱毅倫也要各打二十大 就是說你現在 事實上你要 我覺得大家不了解是說 你要正衰起立國民黨 那時候吳敦義要出來選之前 你就說你要出來選 你就跟他競爭就好了 你現在吳敦義當選的黨主席 你又要搞一個以戰逼合 然後顯示 我現在很厲害 變成要兩個太陽 要來威脅吳敦義 我覺得你政治精算式 你到底在談算是什麼 對不對 如果你有種的話 你當時